Hello大家好,我是一范,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测服的更新公告 速游啊,就是那个新雄,小幅增加速游技能的衔接手感 同时增加点按释放使得二技能收购能力 希望速游在不同情况下会选择释放不同的二技能 蓄力释放,伤害间隔,小幅降低啊,就那三刀会斩得更快一些 点按释放,伤害从600砍到300 然后啊,就是加成啊,就所有伤害基本上就砍了一半啊 然后另外附加了20%目标已损生命值 迪亚斯的大招也才20%目标已损生命值 但迪亚斯的大招这个前面的伤害基础值和加成会更高一些 那这样呢,速游在比如说对群或者说下水线的时候 用蓄力二技能三刀,你斩满,伤害肯定更高的 但是在收割残血的时候,用点按二,速度会更快,伤害会更高 基克洛普斯,试验性改动 基克洛普斯大招飞行速度较慢 虽然有飞的越远,进步时间越长的机制 但通常距离越远时,基克洛普斯也没法衔接其他的技能 因此我们尝试加快其飞行速度 同时配合调整该技能的其他素质 希望它成为真正的法术机关枪 大招,子弹飞行速度,从1提到6 人缺时间,全等级63秒,降到20到16秒 伤害,550到8.8,加220,总摩扰攻击变成550到8.8 就技术值没变,但是总摩扰攻击从220降到120 法力消耗,从160到200变成80到100 然后进步时间,原来是根据飞行时间进步1到2秒 变成只进步0.8秒 我们来综合看一下整一个调整 首先飞行速度是一个大幅提升 然后冷却时间是个大幅降低 是一个超过50%的降幅 然后伤害是一个小于50%的降幅 因为技术值没变嘛 然后总摩扰攻击也是小于50%的 然后法力消耗是一个对半砍 然后进步时间是一个超过50%的降幅 也不能说超过吧 因为基础进步时间只有从1降到0.8 只是上限超了50% 那总的看来是一个加强 我们可以去训练营看一眼 16秒后期出满45% 也就是8.8秒 在配合上小好的被动 不敢想,感觉4秒钟一个大 组呐,试验性改动 我们希望降低组呐的输入时间 从而提升其爆发能力 使他更像一个刺客 二技能,几百时间从1秒降到0.8秒 大招 120到200加40木槽攻击 变成150加2005加50木槽攻击 伤害提升了15% 然后伤害次数从8降到6 那整个大招伤害是由此降低的 但是爆发速度大幅提升 然后二技能也是一个 提升了爆发速度 就原来你要一秒钟才能打这个对派 现在0.8秒就可以打了 整个伤害节奏出伤会来得更快一点 达姆斯在后期输入能力较为有限 我们为大研磨增加了等级伤害成长 大研磨是什么鬼 就是个被动 被动伤害从50加110 物理总攻击变成50到120 加100总物理攻击 那也就是说后期少了10点物理攻击加成 但是多了70点 基础值也就是你的攻击力只要低于700点 你就是一个加强的达姆斯攻击力肯定是堆不到700点的 一般也就300点左右 马莎马莎目前呈现了前期弱后期强的状态 然后做前后期的调整 一级等冷却时间从6到4秒变成4秒 然后主动伤害从2到4变成3 然后大招冷却从40到30变成全能级50 基础伤害从350到550变成400到500 迪亚斯技能自带的高额破甲 让迪亚斯在整局游戏中都有极强的秒杀能力 这对坦克英雄来说是绝望的 我们降低了迪亚斯爆发与破甲能力 但是提高了他的回复持续作战能力 让他定位更偏向战士而非刺客 强补杀140总物理攻击变成160总物理攻击 生命回复比例从20提到15 对英雄比例从40提到50 就是被动加强了 然后二技能目标防御率减少 从50降到30 强二技能从75降到60 OK 赫洛斯也是平衡赫洛斯前后期的强度 这是翻新的赫洛斯 不是正式的赫洛斯 被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就是30秒获得一个强谱 那个强谱会冲向敌人 一个远距离强谱 就跟纳利亚的被动一样 打出去然后击退对面 然后自己获得一个护盾 护盾技术值和伤害都砍半了 护盾砍半了 伤害也砍半了 但是被动冷却时间 从26秒降到26到14 就后期14秒就一个 然后冷却降低从4秒降到20% 这个冷却降低是怎么回事呢 给不知道的技能的朋友再说一下 就是对面一倍位移 或者我让对面位移 或者对面产生位移 自己放位移技能都会降低 赫洛斯这个被动 强谱这个被动4秒冷却时间 原来是4秒 那现在变成20% 也就是让他后期 14秒的时候 如果是降4秒的话 就直接啪啪啪三下 三个位移 祖来啪啪啪跳三下 被动就直接刷新了 所以改成20%的被冷却 至少要5下 然后扎斯克 闷眼之源的上下频率 不再受攻速影响 但是可以附带攻击特效 这会使玩家陷入一些 不必要的购买装备的纠结中 因此我们希望攻速属性 对于闷眼之源有一定的收益 同时改善了部分技能手感 扎斯克本体的持上攻速 从1降到0 闷眼之源气增攻速比例 从70提到100 那就是扎斯克买多少攻速装 这个炮台就能继承多少 之前是70 然后一技能新增效果 每5%的额外攻速 将提升1点伤害 与魔化攻击收益一致 这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也就是20%的额外攻速加成 魔化加成也是20% 就是相当于天堂之羽 50点攻速 在扎斯克炮的身上 就等于50点法强 然后闷眼之源死亡或消失后 禁用一技能时间 从2秒降到1秒 这个2秒 经常玩扎斯克的玩家 应该能感受到非常的便秘 现在只剩1秒了 应该就是扎斯克死亡的动画 要播1秒钟左右 西西 一线伤害提升 0 被动暴击伤害降低 数值调整 没什么要讲的 好 还有个装备调整 修改了天罚利刃的伤害漂子显示 现在不再显示9999 将显示实际伤害数值 然后以后也展示一下 然后修复了下5秒 直接使用2技能 无法触发新速零人问题 这个就跟那个巴当的一技能一样 巴当一打出去算 就巴当这个1我释放的时候 属于我释放了一个技能 但是我打出去的伤害 是视为俯工 所以巴当一拳打出去 就可以直接触发 无尽对决这种 使用技能后下次补工 有外伤害这种装备 但是下5秒2技能是不行的 本次修复了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Cycloth 小矮子 感觉小矮子这波 不错带上超载时间 可以顺便讲一下 小矮子的出装 我一般是天赋里带5%的减4D 因为副魔法器不是45 这样你就30了 这样你就35了 35了 我先把你关掉 给你开个无敌 然后军队之力是必出的 然后你后面看情况 要补到45吗 在闪电权杖和照应谈盾里面选一个 之前你只能选闪电权杖 对吧 但其实小矮没那么爆 它是个时日输出 其实如果对面很脆的话 你依然可以选闪电权杖 但是稍微有点热 战时的你就可以出照应谈盾 这样的话你也是45 然后后面你就看情况 法穿肯定是要做的 然后什么天才 什么这种东西 你可以再选一个 现在45小法超载时间 我们来感受一下小法的技能速度 非常的恐怖 真正的法术机关枪 大招只有8.8秒 我们简单算一下 大招子弹是一发 二技能是两发 一技能是两发 假设我技能全中的情况下 总共是8次伤害 对吧 1加5加2 8次伤害 8次伤害 每次基格洛普斯的被动 降低自身所有技能 0.5秒的冷却时间 那也就是4秒的冷却时间 那么我大招 现在只有8.8秒 降低4秒 就只有4.8秒 那么假设我大招过程中 能放一次一盒 其实不止兄弟 就假设能放一次一盒 我大招的时间就是4.8秒 但其实我一旦放两次 基本上只有 可能只有3.5秒左右 非常的恐怖 我这一盒怎么打空了 好吧 这就是新的小法 大家觉得怎么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左 对不起 这个我刚 这个玩意太高 靠近塔了 不想去塔里 就是这个节奏变快了 我测试完了一把 还挺舒服的 感觉之前太慢了 现在更像刺客了 错了一排 对不起 好吧 然后音乐也有所改变 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赫洛斯 感觉赫洛斯这个英雄 体验服改了很多次了 大家可能 但我做视频的时候 可能介绍的不够多 我们来最后展示一下 当前版本的赫洛斯 是一个什么状态 以免有些玩家忘记了 首先它下面白色的条 就是被动的冷却时间 满集是14秒 就会涨满 然后我把它 因为它离塔太近了 把它踢出来 一技能是这么砸一下 没有什么太大效果就砸一下 但是一技能强化一技能 就你第一段一技能命中之后 第二段一技能 就会给对面上标记 上了标记之后 你大招就可以跳一下 二技能也是给你边上标记 大招就可以跳一下 然后被动强谱 也可以给人上标记 然后再跳一下 就是赫洛斯有三种 给敌人上标记的手段 一种是自己的强化普攻 一种是第二段一技能 一种是二技能 上了标记之后 就会解锁大招 但是大招平时是不能放的 但也是没有冷却的 要注意这边 发现赫洛斯不再是对面位移 你就放大招了 是你让 也不是你让对方产生位移 才能放大招 而是你给他上标记 就能接大招 因为二段一技能 其实是没有强制位移的 就纯给他上个标记 而对敌方位移英雄克制 只在于你强化被动 强化普攻 被动的强化普攻 就对面位移的很快 你就能更频繁的打出被动 去强迫追上他 或者放大招 那么对于一个没有 没有位移的 这个英雄 目标英雄连招是怎么样的呢 大概就是被动起手 因为被动是最容易 百分百命中的这个目标 被动起手 先接个一 然后跳 然后二跳 然后强化一好了 再跳 那这个时候 可能被动又好了 能再打一发 我把无限技能关掉 再来打一遍快的 这个时候被动好不了 好吧 我感觉被动好一点 会会更好一点 这个被动好不了 但一次连招只能打一回 但是可能团战的时候 对面稍微放点位移 你的被动 第二次就更好了 就打一个人的时候 触发不了第二个被动 就被动先打下一 然后大 二大 然后第二个一 再大 过一会才有这个被动 好 这样不行 就是你一定要记住 强化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被动贴过去这一下 先别急着放大 先打下一 然后等你这个二大放完之后 这个强化一就好了 不然的话 等你一套 这个一 被动大 二 大 打完下来发现 再砸个一 对面是没标记的 你放不了大 这就很尴尬了 因为他第一次一和第二次一中间是有1-2秒的冷却时间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贴到他的时候 先把这个一放出来 再接大 然后再接其他的技能 你才能打出一套连贯的连招 这个被动有点便秘 第二套 第二个强服接不上 很难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说的夏威亚好吧 顺便把天法利刃也看了 夏威亚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二技能可以直接出发了 五进对决也是一样 但其实 对于玩法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因为其实你夏威亚 你打人也不可能说走到你面上直接放大的 你肯定也是先一再二的 先一再二 本身也是可以出发的 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天法利刃 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好吧 因为经常看到有些 对吧 什么2-3-15 我知道你这个战绩其实还可以 但是你不适合出天法利刃 因为你拿不到人头 你至少你有自信 人头是死亡的 这个差值 比如说自信在4以上 你再出天法利刃 不是6-2 你出天法利刃 这种其实还是可以的 因为天法利刃没跌起来 伤害就那样 不要觉得好像 你打出来一次 999伤害很高 其实 我把他无敌关掉 其实没多少杀 你看我这二只能赚一下 280 对吧 380 我普攻打一下 284 这都没处吧 天法 因为我一刀直接把他砍死了 他回去了 有点烦 我们招个统计目装吧 好吧 统计目装是多少生命值 5800的生命值 但是他没有魔抗 所以我给他购买一个 一般战时后期大概是 初始15点 然后每集加2.5 2.5乘15 30 30 45 45不到 因为只有14级 随便吧 给他买46点魔抗 这是一个没有出 没有出其他防御装的 一个脆皮的英雄的魔抗 46点 当然他血量6000 一比一般的脆皮高一点 那就按这个算吧 你看一刀打他普攻 每天打他293 最后触发天罚了 231点 因为这个人斩不死 这是个无敌的木装 锁血的 然后等他慢慢回血 但是我叠不了层数 比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装备出满 搞点那个 搞点其他装备对比一下 比如说这个 新速连任 对吧 可以造成489的真实伤害 这个闪神权杖 是466的木装伤害 然后天堂之雨 一下是166 那我打这个人 估计10下肯定是能出发的 但最后天罚只斩了250的伤害 我们把天罚层数叠满 再看一下 70层了 再杀一个这个 512 718 这是天罚基本上最高伤害 但你打脆皮 打坦克会更明显一点 因为自家生命值高 打脆皮 可能也打不到700多 所以天罚80层叠满的时候 效果是确实是很强的 但是当他只有230层 像你这种 不不不 我不是 就是像一般的 比如说 打出什么5-3 这种战绩 那其实你的天罚层数 只有230层 最多230层了 就不能比230层高了 那这时候就6%的 6-7的一个斩杂线 那其实只能打出 两三百的伤害 那反而 你出这种新速连任 省的权杖 都能打至少四五百的伤害 你更别说 比如说我把这个 换成这个 法强一将上来 哇 这个新速连任就773的真正伤害 神圣权杖是807的魔法伤害 天堂之举 每下是250的 那个伤害 你打一个人 肯定能出发10下的 10下是多少 2500的 2500的魔法伤害 这不是你一个 天罚 230层的天罚 一个能比的 所以 我还是奋劝各位一句 因为我经常看见 有些 我无论什么英雄 都跟风 我就想出一个天罚的一人 你至少有自信 你的人头 和死亡 差值在4以上 我们 我们这个 模糊的计算一下 80层 天罚 你4以上 就40层 当然这些死亡 什么掉都先不管 就是比如说 你至少有6-2 7-2 这种以上 这种战绩 自信的战绩 你再出天罚 假设你没有这种战绩 或者说你买完之后 发现 这局我还拿不到那么多人头了 你后期把这件装备给我卖掉 换别的 不然就是 纯废的一件装备 你到后期只有 60点的 适应性攻击 和15点的移速 这个天罚 你出发不出来 其实你不如换件别的装备 我们看一下 它的价值 这个 两用拳套 三点适应性攻击 值500块钱 对吧 两个两用拳套合起来 变成了天罚 60点适应性攻击 其实只值 1000块钱 而15点的移速 能让你跑路快一点 但是在团战的作战当中 其实是没有太大用的 也就是 你至少 亏了500块钱 你更别说亏了一个被动 所以 在最后奋劝大家一句 你拿不到人头的英雄 不要出 你觉得自己能滚雪球的 像哈尔特 损这种 可以出 而哈尔特损这种 就是 他们的伤害 前期伤害本来就差一些了 他们需要天罚离刃 去补的那下伤害 像有些刺客 我真的不理解 剑锋 根本没有必要出天罚离刃 你一刀斩下来 对面是必死的 你别说 我剑锋 出了这个 去能去秒坦克 那我就 就没什么话说了 好吧 一定是那种伤害不够的 那种偏多段的 像哈尔特 我二技能一下 过去是五 然后可能五发伤害 然后可能还要 好几下的 最后对面剩一丝血 他可能有时候会跑掉 我出了天网 才跑不掉 这种英雄出 损大招十几段 斩完 对面还剩一丝血 很难受 那这时候 五发平A 或者怎么样的 出发天网 把他斩了 但剑锋 这种过去三刀 直接把你斩死 这种英雄 就不要出天网 好吧 现在 大家也看到 其实天网的伤害 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高 满层 打一个六千血的木装 也就六七百 好 那么本期视频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